在这支影片里面呢 我们来介绍Java的资料形态 资料形态也就是所谓的Datatypes 是每一个程式语言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需要很完整的了解了这些资料形态以后呢 将来在写程式的时候才能够得心应手 首先呢Java的资料形态呢 通常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种就是所谓的Primitive Data Types 这个Primitive就是原始的意思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就是一个基本的形态 就是这个程式语言本身就具备有这样的资料形态 那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把这个基本形态分成 用数值的方法来把它给做一个区分 是整数或者是浮点数 整数的话呢就会有Byte、Short、Int、Long 那通通是整数 那它们差别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差别在它们在记忆体里面的 储存的空间的一个长短 比如说Byte呢是只有一个Byte 就在记忆体里面它就只占了一个Byte的空间 那Int可能就占了四个Byte的空间 所以它可以储存的值呢就会比较多 那浮点数呢就会有Float跟Double 这两个类型 那真假值呢可以用Bulling 就是Bulling值 Bulling 那字元呢就是Char Character前面四个字 Char 那基本形态 Java里面的基本形态呢 基本上呢都是用小写来书写的 那这个基本形态以外呢 当然就是非基本形态 就是不是原始的基本形态 那通常就是像Stream 陣列 或是我们自己写的类别 等等这些其他的 上面这一些基本形态以外的东西呢 就是非基本形态 那非基本形态 我们通常就要使用New 这个关键字 来把它给建立起来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呢有一个Stream 这个这个形态 那它是一个非基本形态 那我们定义了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名称叫做Message 那我们要来使用这个Stream 这个非基本形态的话呢 我们就要用New 然后后面的指定指明它的这个类别的名称 然后用这个New 把它给建立成是一个物件 那后面我们才可以针对这个物件来做操作 那这个就是基本形态 那后面啊 这边有列了一个简单的表 就是把这个基本形态 它在记忆体里面占的Byte数呢 都帮各位列出来了 那Java的这个基本形态它的这一些长度 基本上不会因为你的作业系统平台 是32位元或是64位元而会变动 它就是固定的 比如说Int 不管在32位元的作业系统 还是64位元的系统 它都是4个Byte 然后面有它基本的一个值的一个空间 那后面我们就实际来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计算机的程式 在Case写我们程式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的说明一下Package的这个概念 所谓的Package 它其实就是帮我们的要写的Java的类别呢 建立一个独特的一个命名的一个环境 因为如果我们写了一个 一个比如说叫做Calculator的类别 那别人可能也写了一个叫做跟我们同名的一个类别 那到时候我们在互相使用别人的框架或是套件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有可能名称相同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无法执行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为了要能够区别他的或我的 或别人的不同的类别的话 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类别的前面加上所谓的Package 然后建立所谓的命名空间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类别前面都要带上 通常是用我们网誉的名称的倒装 来当做我们的一个所谓的Package的名称 比如说Oracle这家公司它的网誉的域名是Oracle.com 那到时候它的Package的名称呢 我们就会用倒装 会变成是com.oracle这样的方法来呈现它 那通常这个Package 会跟我们的资料夹的名字是对应的 也就是说com.oracle这样一个Package的名称 在我们的资料夹里面它就会有一个子目录叫做com 那在com这个资料夹里面 还会有另外一个资料夹叫做Oracle 所以它会根据我们这个Package的名称 会建立一个对应的资料夹的一个相对应的名称出来 那Java里面它内定的一些一个Package的名字 通常都是用Java开头或者是JavaX开头 那这样可以跟其他各个公司各个专案的使用的名称 能够有所区别 那后面我们就实际来写这个计算机的类别 首先我们把IntelJ IDEA给置新起来 然后在它的右边这边呢 选择这个Create a New Project 我们这次来重新建一个全新的专案出来 首先我们再要选Java 然后在这个我专案使用的SDK这边 我建议大家去用这个New 去建立一个OpenJDK的环境 这样会比它内部用的JRE会来的完整 所以我们就直接使用OpenJDK11 然后再选下一步 那我们要从我们的样板 从这个单行的程式来产生我们的程式出来 那接着呢我们要输入我们的专案的名称 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CALCULATOR 那也是存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的package 我们基本的package 就是用你的DOMAIN NAME的套装 那你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用的ORG点什么 或是COM点什么 这个随便你自己去定义 那这个点到时候就会变成是一个目录 所以我们会有个JDEV这个目录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TW的目录 好假设我们的package名称就是做JDEV.TW 然后按了Finish 它我们有重名了 没关系我们还是直接把它覆盖好了 这应该是我之前写的测试程式 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Source打开 这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JDEV.TW里面 就有一个Main的这个class 我们可以把它点击打开 那IDEV它的Project这个侧边栏 它其实有不同很多种不同的一个 我们可以检视的角度 像这个是用专案的角度 那另外也有比如说我用套件的角度来呈现 或者是我用专案档案的方法来呈现 那这个就是比较像我们的档案总管 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你看 这JDEV下面有个TW 在里面再有个Man 这个是比较像我们的档案总管 那我们一般还是把它弄成是Project的这种形式 这个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 自己来做测试 那这个就是我们组程式 那先前我们当然就是使用了 sout 可以产生一行指令 直接还是把它写出来 那这样子就可以写成一个程式 那接着呢我们就要写一个计算机的程式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计算机的程式呢 把它独立成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档案 不要放在我们这个Man里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这个 Project的侧编栏这边 你可以先点击到这个套件 然后在这个套件上面的按右键 选择这个New 再选择JavaClass 然后呢再给你这个Class一个名称 那我们就直接用Calculator 先前也讲过通常 Java的类别都是用大写的名字开头的 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Calculator这个类别 那他就会建立一个Calculator.java这个档案出来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主要的程式 那我们的这个计算机呢 假设我们目前 我们有一个变数是存整个加种值 那我们假设我们目前都只处理整数 所以是Int 然后呢我们这个变数名称 比如把它叫做Total 那我们可以给它一个起始值 比如说在一开始它的起始值就是0 这个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 我们这个类别的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是属于我们这整个类别的 那这是第一个我们定义了一个变数 然后呢我们还要再提供一个 一个Message 比如说我们要PUBLRC 我们要不传回任何值 所以就是用Void 然后再写这个Message的名称 比如说我们要设定它这个Total的值 所以我写这个SetTotal 然后呢要传一个参数就是我们的起始值 比如说InitialValue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类别变数呢 就等于我传进来的这个 英雄变数 这样子 那这个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执行的SetTotal这个Message 这个Message的话 它会把传入的这个值 当做我们的起始值 然后把它给指派给Total这个变数 那么这个就是SetTotal 那这是设定嘛 然后我们要再写一个 取这个Total值的一个Message出来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Message 你可以按着Shift按往下 可以把它整个标示起来 或者是用更简单的方法 你把你游标停在这一行的最外面 第一个位置 然后直接按Ctrl W Ctrl W就是扩充式的一个选择 它可以根据你目前游标所在的位置 一直帮你给选取起来 好那这个通通标示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按它的复制 复制行的那个按键 就是Ctrl D 就可以帮你的这个复制 整个帮我们多行复制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它改成 我们要传回一个整数 这个整数是GetTotal 那它当然它就是 它没有参数 那它只是要ReturnTotal 要把我们的这个Total值 合计这个值给整个传回去 好然后接着我们还要再写一个加 加跟减好了 我们就先写加跟减 那我们加跟减也不传回任何值 Add 然后我们会传一个整数进来 那这个值就是Total等于Total 加上传进来的Value 好 我们的合计这个变数 加上传进来的这个值以后 算出来结果再把它指派回 原来这个合计的变数 好那我们再用Ctrl W 再Ctrl D 再复制第二个出来 然后这个Add 改成减号 减号是Substract 好那它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只能是用减掉 好那假设我们就做了这个 这一个 这一个 类别的变数 然后呢 设了4个方法 那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计算机的类别 它就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 可以按 在这个 分页这个标志这边 按右键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Recompile 就给它做一个编译 然后会发现它是成功 它没有错误 就表示说你这边的程式都是正确的 那假如有错误的话 当然就是 就是自己在做修改 那我们呢 接着我们把我们的测试 这个Calculator的程式 放在Main里面 我们在这个Main里面来测试它 那我们讲过了 就是说我们要用到另外一个类别的话 我们首先要选高一个变数 那它的类别 就是我们的这个Calculator 所以我们就只要打这几个字 按Tab 它就自动帮我们选出来 那比如说我们再给它一个变数的名称 假设我们变数的名称 就叫做Calc 然后等于 因为它不是基本形态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New 来使用它 那后面你可以直接打Calculator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Hackkey 是Ctrl Shift跟空白 它可以直接根据你的这个变数的这个 行别的宣告 自动帮你把后面这个给补全 所以Ctrl Shift跟空白键 就会自动帮你补起来 可以比较快速的 就可以稍打很多字 那首先我们这个变数 我们要设定 它的合计的值 我们要把它设定成起始值是0 这样子到时候才有办法正常的算 然后我们要加比如说100进去 然后我们要再陆续再加几个数字 所以我们如果都是用Add的话 我可以按Ctrl D Ctrl D 然后我就可以复制很多 比如说我要加100 这是200 这是400 然后我们要再把我们的值给取出来 所以我可以用Sout V 再按Tab 好 然后这边我们是要用 Calc.getTotal 再按Tab 就可以移到最后面 我们就是要 我们就是设定起始值是0 然后再把100 200 300 400给加进去 然后最后把这个值给选出来 然后我们再按右键 这边就有一个Run 我们可以直接执行看看 好我们就看到最后的结果是1000 7 8 9 10 所以它是这个值就是1000 好那表示说我们的加法程式是正确的 然后呢 假设我们再把目前这个值再减掉 比如说我们要减掉150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一行复制起来 Ctrl C 然后再Ctrl V 再重新让它算一遍 然后呢 再按Run 再执行一遍 那这个Run 因为它是其实会先执行Build 所以它其实是会先做Compile的动作 所以我们那个Recompile的动作 我们就不必特别讲了 所以你看到前面前后两个呢 就有850 好 那这个就是很简单的Calculator的一个写法 那下一次我们就会再介绍我们写好的一个类别 要怎么样再加上我们的说明的文件 然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再介绍 怎么样透过一个测试的程式来测试它 而不是每一次都要透过这个Main 来做测试 那今天就很简单的介绍了这个计算机的程式在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